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炒一道韭菜 那春天的韭菜很香 你就是韭菜炒韭菜 多放一些油也是很好吃的 但如果它配上昏腥啊海鲜啊什么的 它的蛋白质和胡萝卜素就会提升 那我们今天就让它和馅肉在一起 超市里买的Frozen Clam 可多可少 我这里差不多有200克 然后呢我还准备了几颗小小的蘑菇 这个也可有可无 看你喜欢 然后两颗蒜头 这个最好准备着 待会我们要跟馅肉在一起炒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小间歇切 可以先规论 这样就可以腾出地方 放大件 Golic这样切碎 放在馅肉边上带用 接下来切蘑菇 蘑菇有讲过哈 买的时候这边 买的这边紧紧的看不到里面黑黑的 这个是新鲜的 切开后呢就是会这样粉粉的 然后切片 那韭菜呢排整齐了 第一刀去掉 切成一寸左右的长短 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 太短了呢不好看碎碎的太长了 除了不好看还不好嚼 准备工程做好以后 我们就开火了 大火放一片黄油 包的几乎跟所有的海鲜都配 然后我们放蒜头先 下肉水挤干就可以放下了 翻炒它差不多水分快干了 我们就下一点盐 盐放好以后呢 再下蘑菇 翻炒下下 下蘑菇 那为什么要先放盐再放蘑菇呢 因为蘑菇和香菇一样 它会抢盐味 所以要让它晚一点下去 水分都干了 我们就把它先装起来 其实哈 这已经是一道菜了 那你炒咸一点的呢 就是下饭菜 炒淡一点的呢 就是下韭菜 你就这样炒 量放大 然后炒好了以后呢 你撒一把葱花在里面 那个葱花是在里面要炒一炒 不是说直接放在这个碗上 那个是噱头 没有香气 那如果说你是大砂锅 里面煮了好多东西 比方说羊肉包啊 牛肉包啊 腌豆仙啊 这些你在淋了的时候 你撒一把葱花 或者是放一把蒜叶 那都可以 因为它的热气够足 接下来我们就炒韭菜了 放油 油可以多一点 然后火要大 韭菜要爆炒 否则那个水会越出越多 下锅的时候要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只要盐是有一点点变了 我们就要加盐 韭菜不喜欢糖 只要加盐 而且要比平时的菜 盐要稍微多放一点 韭菜要偏咸一点好吃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馅肉倒进去 翻炒下下 这道菜就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收工了 下次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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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